外交部次長 副次長 次長 我剛才在聽莊瑞雄委員的執行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蠻痛的 我知道他可能他的狀況 就是說 當時我們在漁船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一起到那個去抗爭 而且不分藍綠的去 那我想莊瑞雄委員 應該還記得那天的狀況 我再把一個問題再請教你 請問你 釣魚台是中華民國台灣的領土嗎 釣魚台是 是 那蔥之鳥是礁還是島 蔥之鳥 這個議題 其實外交部 你不要跟我講議題的問題 因為我看你是學法律的 我已經有在這一方面 外交啦什麼這一方面 你可以說你的精力非常的豐富 對 那我請問你 蔥之鳥是礁還是島 報告委員 外交上有很多事情事實上是要維持一個模糊的態度 所以你很模糊 你的父親會容許你這樣模糊嗎 對中華民國台灣這塊土地 你的父親會容許你模糊嗎 這個我想我們還是回到外交這個事情 所以你覺得你父親的主張是不對的 抱歉我沒聽到 所以你要回到外交要模糊嗎 對不對 對外交上本來就是很多事情是要模糊 很多東西要模糊 所以以前 您父親對中華民國台灣這塊土地的主張 你覺得也必須要把它模糊 報告委員 我現在是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次長 所以你對他的主張就不認同 沒有 我現在在講是台灣 沒關係 我知道你現在講不出來 來 那個主席我還要請部長 來 您 部長其實 報告委員好 部長我其實蠻欣賞你的 我知道你現在很 兩邊夾在中間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你在整個法律的素養來講 大概我們台灣人民都還蠻肯定你的 其實你那一天的答覆 就是從你專業學者的角度 去回答那個問題 是這樣嗎 對不對 沒關係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回答的吧 對不對 應該是 而且是本著學者的良心去回答 所以你很直接的回答 沖之鳥是焦不是島 然後你很 阿沙里就回答說 包括那個 那個釣魚台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領土 其實你這兩個回答 我都非常的欽佩 我知道你在回答這個問題上 你回去了以後 一定會面臨一定程度 有一些人就會跟你一些意見 就沉入外交部的次長 剛才跟你講的說 有一些東西我們要模糊 好 我請問部長 我們在國土 或者我們在國家的認同上 我們可不可以有模糊的空間 我還是認為對 我想部長你可能很難回答 那你如果代表我們國家出去開會的時候 就像那天他們講的 你會用中華台北 還是你會在街上講說你是中華台北的內政部長 應該也不會吧 我是中華民國的內政部長 還是當然是中華民國吧 這個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我知道你很痛苦 但是我看到剛才移民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支持你 而且因為這個涉及到 200海旅的經濟海域 我們能不能夠再攻海捕魚 今天我們外交部要出去談判 我們是外交部嘛 我們要去談台日海洋失誤的種種事情 我們自己先矮話 我想莊瑞雄委員最有感觸 大家一定會說 你們為什麼現在就當縮頭烏龜 為什麼還沒有開始談判 我們就先退到 幾乎可以說是退無可退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想這不是我們要的 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記得我們當時在談釣魚台的時候 我想部長應該記憶猶新 雖然是馬英九政府 我們派了多少的船艦 然後我們所有儀會 我想那個畫面 我請次長回去去看一看 你看一看那個畫面 你會對你今天 我們為談判先投降 我覺得我們可能很難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政府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想今天我不苛責你們 但是我希望你們去想一想看 我們該怎麼做 我想部長應該是最有感覺的 你那天談的時候 我都在下面跟你鼓掌 我說太棒了 那我還是要跟你鼓掌 因為不管怎麼講 你那天還是講的 你心裡面的話 以一個學者專家的立場 把心裡想要講的話講出來 我覺得這是作為部長應該做的 接下來我要講今天的這個法案 其實我是被楊憲宏教授感動 他不管我搭高鐵最晚一班回來 或者我搭高鐵第一班回來 他想盡辦法要跟我溝通這件事 那其實從這件事的過程 我們看到那個小朋友的畫面 大家都有一點痛 也而且也都有靈敏之心 但是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 包括從德國的總理 包括英國 他們起先接納了很多的難民 但是到後來 可以說是他整個的難民的人數 他今天不敢成長 因為面臨在國家裡面 發生很多的問題 那今天我願意排案 其實我就是願意讓他通過 站在人權的一個立場 但是我們要再回頭再想 就是說我們接受的這些難民 我們可以忍受的程度到哪裡 以及我們可能接受的程度到哪裡 我在這裡要請問部長 其實我們在沒有難民法以前 最大中我們國家 就中華民國接受難民 大概有三次 請問部長你知道哪三次嗎 我是知道有好幾次 但是具體的細節我倒是沒有掌握很清楚 具體的細節你不知道 大概1975年 我們接受越南高敏跟遼國 那個時候大概接受了3000人 那在1976年我們大概也接受了 大概有2000到6000的人的輸入進來 我想請問這些人 還有一次是最近就是馬英九特別通融的 就是滯留台灣有多年的中國大陸的民營人士 跟法輪功的人士大概有這三屆是離我們比較近的 那我想請問部長 因為你從剛才就是很佩服他們怎麼樣幹什麼等等 那這些人現在你們掌握了他們的狀況嗎 他們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能不能讓我們知道 我跟委員講一個親身經歷 我在澳洲摩爾本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在街上看到一個非常大的霓虹板 上面寫著我們澳洲接納的難民 大家要公平對待他們 把他當成自己人 對 所以用這樣做基礎來看的話 我們今天方向上要往這方面走 那我縱使我們在現在處理上 要是有任何我覺得跟這個有乖為的部分 都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我願意跟委員們共同一起來努力 對 因為今天我願意排就是願意讓他通過 所以不管那個看板怎麼寫 但是相對的會有那樣子的看板 表示當地的民眾並沒有對他們有公平的對待 一定就是有這個狀況 就像現在的德國跟現在的英國 在他們的國內就產生很多的疑慮 也產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紛爭 這是的確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我要請教部長的就是說 我們前面的這一批人 現在你們掌握的狀況在哪裡 我可不可以請我們署長來跟您報告比較遠 來 署長去 報告 最近的大陸民營運人數有9個我們鑽案給他 他們現在在哪裡 他們就住在我們那個他們已經長期繼續可以工作了 他們就自己住在家裡 另外這長期繼續留兩年以後 你能夠把那個資料我想會後你給我好不好 可以 那法輪功那個部分呢 法輪功的部分我們台灣沒有處理 現在是說有一個陸佩的女兒 她說她回去有人在一起騷擾她 那個部分我們是給她 跟媽媽就住在一起 一直延期延期一直留下來 就這樣子 好 那越南高棉當時那些呢 就1975跟1976的那一批人呢 那一批人都是已經規劃當我們台灣人了 都已經規劃當我們台灣人 那我們有 基留五年他就可以規劃了 所以已經變成我們台灣人 所以這些人 我們還有沒有特別在跟他們做任何的聯絡或 我想這一批人署長你可能不能隨便給我回答 因為我會再去追 因為我就是不清楚在哪裡 所以我必須要再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提這個問題 就是要請 部長 我想我們都很願意 今天排的案就是希望能通過 包括說我也不會把答內說什麼 答內資料之類什麼之類的 我想我們不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看待他們 因為我們都很尊敬 但是我們希望說我們也要衡量一下 我們可以接受的狀況 跟我們可能未來會面臨的狀況 那我們可能都必須要再努力的去思索 我們怎麼樣在法案的過程當中 把它弄得更周遠 這是我要請部長幫忙 那在最後我還是要肯定部長 我想部長 你是我在民進黨的政府裡面 我看到最有尬實的部長 我覺得部長應該可以扭轉 我們新的政府 不要在我們對外 或者在其他的 其他不管是國格 不管是對外的談判當中 我們一定要站穩我們的腳步 一定要硬起來 有很多的談判 你不硬的話 拜託大家就瞧不起我們 我剛剛特別提到釣魚台事件 當時我們派了多少的船艦 台飛一夜談判 那時候那個洪 那個應該是 洪那個船長對不對 那個洪船長 被槍 當時發生那麼大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派了多少海巡署的船艦 同時還有國防部的 在那邊保護著 我們才把台日移會協定 才談妥 讓我們的移民可以在那裡 能夠真正的去補儀 那我想莊瑞雄委員 是最 記得最清楚 那我希望部長 因為你們要開行政院會 所以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國家被矮化 我們更不希望民進黨政府一上台 就被說你們賣台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堅定我們整個的立場 好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給你 謝謝 謝謝